嘉義國小廚房正忙著準備學生的營養午餐 這兩名廚工不僅要供應學校一百六十多位私生午餐 同時臨近萬安國小七十多位私生營養午餐 也是由他們準備 不僅工作量增加 同時縣府補助學校僱用廚工經費減少 嘉義國小決定新學期開始 將才測一名廚工 萬安國小原本擁有廚房設備 但廚房跟學校之間相隔一條馬路 在安全衛生考量下 營養午餐跟嘉義國小合作搭伙 在聘僱人員運送 縣府教育處表示 目前縣府推動有機蔬菜進入校園 當學校私生人口少 經費上無法支應 會安排臨近學校整合來提供午餐 若試運作上出現問題 縣府會進行協助 為了降低人士成本減少廚房運作開銷 將兩所學校營養午餐整合 但未來廚工與私生比率超過200 品質是提升還是下降值得思考 記者歌手 屏東馬加泰伍採訪報導 本場 議員